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业品牌追求更艺术化或者更高级的品牌理念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找一些艺术家进行所谓的Crossover 就是跟品牌的一些互动结合 比如说他出一个什么玩具 然后是空白的 然后就让艺术家在上面进行个性化的创造 特别是很多那种时尚潮流像什么滑板 这些有很多都有这样的合作 所谓的合作法 使我取了手表 对 在我们专业艺术里面很多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品 可能更像是商品 但很多普通人就认为这个就是艺术品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的确我承认我们要在一个专业里面谈专业的艺术问题 但是更要在一个专业以外而谈一个社会问题 8号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也或者说20世纪初整个新工业运动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 对 生活如何艺术化呢 这个话题又简单又复杂 对面设计较成本 设计设计生产 是让美学发展 那么今天你刚刚说的现象 就是很多比如说Swatch的手表 留给艺术家做个别设计很精彩 有些产品或者玩具留在空白 让艺术家去添加一些什么增加某种艺术的独特性 甚至把艺术家的作品转变成一些商品 我们叫的衍生产品 艺术的衍生产品 对 这个潮流其实恰好说明了 表面上是一个艺术生活艺术 但实际上这个潮流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是一个平民化的世界 今天我们其实是个平民化的世界 一方面人口增加 我们今天全球人口70个亿 很恐怖啊 70个亿 对对对 是吧 这个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动不动就一千万 是吧 这个我们的大温地区都三十万 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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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城市越来越多 你到韩国去首尔 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首尔 韩国 那么人口膨胀 人口爆炸和人口到这个程度 那么我们带来商业的极大的发展 同时 其实大家意识到没有 今天真的是一个大众化 所谓大众化时代就是说 精英过来很重要 但是精英的概念不再是古典的 而是一个被大众化所谓淹没的概念 其实这是正常的 艺术家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伦布朗式的天才 樊高式的疯子 对吧 艺术家就是说 他在做一个独特的东西 那么 他也不应该回避和拒绝总民 平民化大众化的一个趋势 反而 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潮流 艺术家应该更大量的 艺术机构应该更广泛 商业机构应该更坚决的介入这一个潮流 让我们的所有的产品 我们的用品 我们的帽子 我们的衣服 都更加具有个性 而今天 达得这种个性的成本越来越好 它的条件越来越好 的时候 干嘛不这样鼓励呢 就像大长家长原作 中长家长有限硬刷 小长家长大量的素质很大的印刷品 普通的买一个印得好 你怎么看 你家里挂一张李玉宁的原作当你很厉害的 花很值钱你还买保险的 对不对 但我在家里我有钱我花个三千块钱 买一个高度精密印刷 一般人看不出是印刷品的这种 作品的 复制品 那种不行 也很好啊 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个 也证明了你的个人的品味吧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主要是符合今天大众化的潮流 大众化潮流的意思就是 一方面个性化越来越彰显 一方面 阶层之间的割裂和对抗越来越低 阶层的流动越来越广大 我认为这个社会才是正常 如果这个社会阶层的固化 贵族永远是贵族 他永远要欣赏油画原作 然后普通人就只能够下餐蛋的街边那样化 这是古典时代 古典时代还因为有经济问题 有一个产业的生产量问题 有经济问题 对对对 是吧 也有信息流通的问题 也有信息流通的问题 那今天大家有手机 是吧 对 这个信息如数广泛流通 对 而这种衍生品 当然商家看出利益 看出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叉子 这是很好的事 就像我在家里只要有可能 我拿这个杯子喝叉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杯子上面是个独特图买 就像我去意大利 是吧 到那个 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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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看一个莫雷尼安尼的画展 出来顺手就买了一个莫雷尼安尼图案的 笔筒 好玩是吧 买回去 是吧 这个很正常 这各个博物馆都有 是吧 当你自己条件具备的时候 你就花多一点钱买一个更独特的 这个产品 今天是一个大众化石 不是一个经营化石 大众化现在的意思就是 平民在网上走 嗯 这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全球化的正常发展 经济的互相流通 是减少的 嗯 使大家越来越有可能的鱼霞 和鱼汁 去过一种 相对优秀的事 反过来 经营要下架 嗯 经营不能高高再上 嗯 不能一出来眼睛看天 然后那个那个 这个我们只看他下塔 然后你看到他家发抖的下跪 嗯 这不是那是过去的事 啊 今天是他不应该这样 啊 那么艺术也应该这样 艺术很神圣很伟大 艺术很普通 嗯 这是因为艺术很普通 他在装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嗯 使我们的用品都很独特 这不很好吗 嗯 这就实现了生活艺术化的目标 嗯 而当年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 还很容易 大家记得我们讲过的 嗯 英国在强调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的时候 又强调手工艺产品的重要 而手工艺品都很昂贵啊 嗯 德国人说 No 我们欣赏标准 我们用标准和工业化解决这些问题 嗯 预示标准时代美学 嗯 标准时代美学 我们的趣味就被改变 改变以后 平原化就来了 所以今天 整个20世纪到今天 我认为就是一个不断平原化的问题 嗯 经济不断 普惠于更多人 更多阶层的国家 如果今天 继续制造贫富悬俗 或者今天财富继续往少数人垄断走 这个现在还存在 嗯 是吧 这个艺术界就很明确 就是 是 出名的艺术家更出名 不出名的艺术家很难出名 嗯 这个现在 我想 有 勇敢的或者热情的社会学家去打破 有各种 商机 让那些商家去打破 嗯 来瓦解这个固化的现状 来瓦解虚伪的固定 嗯 嗯 使艺术变成我们真正的一个日常的 有趣的 有趣的 用品 嗯 嗯 这不很好吗 我看 是啊 是啊 OK 这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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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